当时说的是一千块钱出退 那不行 一千块钱也不行 我家需要改房子 需要拆着燃气管道 现在给他们报备了 报了快一个月了 他们没人解决 还学和哥们要钱 我感觉这不合理 他现在是要收你什么样的费用 他就说这燃气管道需要弄的费用 要收你多少钱 收四千多块 眼看翻盖房屋的日子即将到来 却因院墙上的燃气管道问题 停滞不前 这让郑州市行阳广武镇 严村的任女士很是着急 那是我们自己的地上也不当劲了 对于因移动燃气管道而产生的费用 任女士始终不认可 那么郑州行阳市 玉天新能源公司收取该费用 是否有依据呢 咱们那个收费标准收费明细 我们公司都是有规定的 不是说想收多少钱收多少钱 这些都是物价局还有发改委规定的 我这边没有乱收费 我有一句 西洋市政府规定和我们公司的有炸价标准 我出这个收费标准 给你做这个收费金额是合理的 据了解燃气公司之所以说 他们收费合理是因为 根据郑州市燃气管理条例 第35条规定 因工程建设需要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 确需进行相关作业的 建设单位需提前申请 由此发生的燃气设施安全保护和监护费用 由建设单位承担 之前跟你说了几个方案 刚开始给你保了是4000多是吧 因为毕竟都是车上来 咱们我聊以后方便工作 然后我这边说给领导申请了 当时说的是1000块钱出退 那不行 1000块钱也不行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任女士一再表示 自己不应该承担这个费用呢 人家那个时候 人家城市存营 就是说如果收费改务的时候 不叫掏任何费用 莫关的 结果现在任何费用 叫完掏出来 我天然起公司按照家房 但是把这个工程打包出去 然后由施工单位来进行施工 由施工单位是跟咱们村上协调的 仔细腻说了 说程序了你不收费 免费该 我说我的建议是咱们一块 就是最好是通过村委 跟这个施工单位联系一下 对此 郑州市行阳广武镇 沿村的村干部又会如何答复呢 当时应该他是三个小孩 跟他学校的就是 如果说如果是希望改务了 不影响人家签计了 他说那真是希望改务了 到时候人家直接可以跟他 跟他想完美 人家该开放开放 能了之后 从给他回复就可以了 他也要他顶到枪上 说的就是免费给你 免费该是吧 对吧 他光说停 然后再给你开 他没有说中间才该了 你接着啥呢 那没有说 因为我安这边是战企公司 然后他那边是施工单位 他给你蹭雪的东西 然后额额了员工不分 去赶这个会儿 还是施工单位去赶 谁给你蹭雪了 我得叫谁去给你 驴姓这个证明 我罗斯以后 再会我探过手机 只要把这个事给罗斯好 他也蹭也有这个事 我给他吓个汗 想他过来该不行了吗 如果说对方 然后不承诺了 就我跟你说呢 不能再提到一千 太高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 任女士的事情进展如何呢 记者也再次联系了任女士 天才跟这十公里啊 最终你们协商的方案是啥 最终协商的结果就是 我去给他交八百块钱 他来这别给他挪归啊 谢谢啊 谢谢你操心的啊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